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 所感到的 我们的心不清净 我们的心不清净 不能生净土啊 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尽心 尽义尽心 身余意都清净 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 若是口念迷途 心里面不清净 齐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 还是烦恼稀气 这样念佛不能我算 古人讲这 口念弥陀 心散乱了 寒破喉咙也枉然了 为什么呢 你身余意不清净 所以你不能成就啊 你学佛了 你什么都没学到啊 日常生活当中 反而是心浮气躁 遇到事情 不知道怎么处理 烦恼起现性 不是智慧起现性啊 他不生智慧 只生烦恼啊 这个学佛难啊 学佛不能成就啊 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 牙 读 读 读